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慢聊 上一期我们说到,怪人协会正在紧锣密布,准备迎接英雄协会的到来 而恶狼为救BT熊,则只身涌闯怪人巢穴 秒杀鬼机切割王,不惜使用怪人漏 但即便是过无关赞六将,但狭路还是相逢了宠物大波齐 因为感知到了他的危险性,便果断地选择了狗着 简直BT熊也知道了事态严重性,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向恶狼 他说,噓,安静点,不要刺激他 走,不要用跑的哦,要慢慢的哦 注意,不要刺激他 好,很好,没有追过来,不要表现出敌意就没问题 哼,拉开了这么多距离,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是,爱转角遇见了你 点此,怪人毫不犹豫的就是一圈 幸好恶狼反应快,一把揪住了毕竟熊的后衣领,躲过了他的攻击 但下一瞬间,又一怪人突然顶了过来 小肩反身,恶狼一把推开了鼻涕胸 自己则抱住那尖角,想将其折断 却被一股开水烫得停止了动作 逼得他不得不后退 些,什么嘛,原来入侵者就是你啊 可以认为,你到最后还是站到人类那边去了,对吧 而这三怪则分别是,鬼机淋浴喷头,除了喷洒热水,还可将储存在身体内的水变质 例如硫酸等腐蚀性液体 鬼机超老鼠,实验用的老鼠,拥有再生能力,小伤可立即恢复 鬼机一脚,拥有世界上最硬的脚 所以,就请你去死吧 时间一脚率先发起攻击 身体在空中高速旋转,形成一把锋刃,想将恶狼切成两半 可下一秒就被恶狼一脚踢飞,则中强面 同时,在淋浴喷头,要向他喷洒出化学物质时 又是一招流碎岩碎圈,打爆了他的喷头 好又直旋风铁展拳,揭住了超老鼠的拳头 将其手臂直接爆裂了 这一幕,看得鼻涕熊直呼过瘾 对恶狼更是崇拜了 好厉害,大叔,不断地在变强 这你都看得出来,莫非你也是个武学奇才 可见超老鼠慢慢地在恢复 恶狼虽有震惊,但未放松警惕 坚持淋浴喷头表示道 看来你确实有夸下海口自称英雄狩猎的本领 果然得到褒奖,恶狼放松了警惕 一烧打多,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并且我们还是属于轨迹呢 对此,恶狼很是不屑 这种等级划分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被无聊的标准耍得团团转的白痴 但超老鼠不开心了 他们的级别可是大脚炎判定的 大脚炎可是有着测量怪人实力的能力 我们的实力是不会有错的 不过恶狼却是邪美一笑 哼,那我不就是手有龙级了吗 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在海等级龙可是怪人协会干部级别的 就凭你,是绝对比不上的 而且,你以为你已经赢了吗 哼,还是太年轻了呀 果然这群怪人只是在拖延时间 等待一角的变形 这就是我的必杀形态 所有就见超老鼠一招原地之箱 将一脚刺向了恶狼 同时在淋雨喷头的水流喷射的作用力下 一脚的速度又上了一台阶 而这就是三轨一体爆速刺穿 但这恶狼只觉得似曾相识 看起来就跟剑制一般哦 于是随意的一挥手 那脚便弹向了远处 哼,雕虫小鸡 啊,糟了 大叔,难道那边可不妙啊 救我,救我,救我 原来不是世界上最强的角啊 薄奇,他是不妙 惹火干部了 这家伙是干部 不是条狗吗 对啊,狗干部啊 而这个怪人就是灾害等级为龙的薄奇 既然你听不懂狗话 我也听不懂人话 那就开干吧 至今波奇一声怒吼 那带着散电的巨型光球 便向他们喷射好去了 这冲击波 要不是恶狼紧紧的拽住BT熊 他早就不知身处何处了 看着那逼之眼前的光球 灵雨喷头只能龙头全开 用最大水压抵挡 但下一瞬间就灰飞灭了 坚持 超老鼠只能幻想着 能靠自己的在生里复活 然而光球所果之地 万物神行俱灭 有了前车之间 恶狼并未以身犯陷 就这笔记熊了后衣领拼命的在逃离 哦 地震吗 证源在哪呢 咦 信号干扰 还是什么 电视看不了了 修理完金螺丝以后 能不能让他把电视也修理一下呢 到时候拜托郭斯罗看看吧 果然一和牛肉 就拉近了两刃之间的距离啊 看完这个 再去巡逻啥的 可他不知道 他的房子底下 现在也是满目疮痍 在波奇的穷罪不舍下 恶狼只能使出旋风铁散圈 直接撇开地面 这就是怪物神卫的干顾使劣 放下笔记熊 恶狼紧盯着眼前这个怪物 这就是 灾害等级 龙 知道这货不好对付 恶狼便准备让笔记熊先走 还愣着干嘛 赶快逃啊 现在开始 要分头逃跑 这 怎么可能 我一个人是逃不掉的 所以又怎样啊 这跟我没关系 这磨磨唧唧的模样 恶狼的新货直冒气 有你拖我后退可是会连累到我的 你的小命是难得的运气好才获救的 接下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望着恶狼的背影 笔记熊四世明白了什么 一边呜啊呜啊的哭着 一边拼命的往前炮 剪辞 波奇吉克便要吐出光球袭击过去 但下一秒就被转移了注意力 在看哪儿呢 这件恶狼正全力击打着他的脚腕 本以为能起到点作用 却没想到哥们毫无波澜 反而低下头潮起九十一发 这么近的距离 俄狼哥们无法闪躲 停留在他眼前的只有敦思 可尽管如此 还是举起了双手做最后的抵抗 这些阿姨要死了 要完蛋了 好想喝可乐 虽然说过像和怪物般的英雄战斗 可是我从来没说过像和怪物战斗啊 没救了 白鹰竟然是一个丑八卦的小鬼 我的路才走一半 可恶 于是在这巨大的冲击之下 俄狼被迫穿过城城掩壁 还在了软石堆中 走向被砸出了深渊 波琪一身巡视着 看着那爬出废墟的恶狼 尽管他已是满身伤痕 波琪依旧毫不犹豫 速速地又发出了好几发能量光球 但此时恶狼 Boss变得更强了 能够快速躲过这些光球 只是面对连续不断的射击 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最后还是背叛红纵 淹没在了光波之中 同样这威力也让整个城市都抖了三斗 烟雾之中 波琪依旧缓慢走着 自作巡视着恶狼的声音 而恶狼则正单手抓着残缘断臂 居高领下地望着他 没有了累赘 恶狼自然不会再狗着了 你这破狗别太得意了 说着便松开地抓住断臂的手 聚气朝其头部就是一圈 抓下 然后这狼他得意的一击 心难起不到丝毫作用 甩掉落在其头上的恶狼 波琪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脚腕 现在的他可是很生气呢 于是疯狂地将恶狼 在墙壁和地面来回摔 当然最后还是少不了一发光炮 火 只有喷出来了才能平复 还能让我安静地看回小本子吗 被打到相当底层来了 可恶 必须马上回到上面去 动 动不了 还以为上面掉来了什么呢 原来录青者就是你吗 哈哈 太棒了 太感动了 不出所料 你回应了我的期待 果然还活着 太高兴了 随即便有超能力 将那堆戏在恶狼身上的石块挪开朗 这一幕恶狼认了一下 他也望去 原来是大胸眼 这就是所谓的念动力吗 调调相对恶狼的切实一点也不输 大胸眼 你竟敢让手下袭击我 把你所赐 事情变得这么棘手 这次是什么 不 动弹不得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不过见到此状态恶狼 大胸眼也不得不敢叹一句 识别三日 真是刮目相看啊 喂 你最好立刻把这个束缚给我解开 否则 可大胸眼仍旧双手抱着胸 又懒得躺着 稍微聊聊吗 与此同时 地面上的秃头正在整装待发 你们有什么事赶紧聊吧 待会我来了就没时间咯 现在的你还只是半怪人的状态 虽然还没有完全变成怪人 却能承受住波及的焦热蛋 那陆体强度简直叫人震惊 可谓是前途无量啊 但这样还不够 要是我的话 就能把你培养成最强的怪人 要来培养我 是要把念力的用法教我吗 我要教你的既不是超能力 也不是武术 而是怪人化的秘诀 能够加速生化你作为怪人的程度 简单来说 就是多次跨越作为人类的死亡 让陆体和精神承受超越常理的负荷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却是很难 一不小心就会一命呜呼 就算侥幸熬过去了 智商也可能会下降 从而沦为平庸的怪人 所以关键就在于 要让人去承受 与其本人强度刚好契合的地狱 说得这么玄乎 恶狼自然是不幸 说得好像你试过几次一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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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能用几次来形容的哦 我已经用人类和怪人 来尝试过无数次了 现在虽然能够轻易地 让人类变成怪人 但是 也只能引起 与其个体自身的能力 所相符的变化 无法预见再进一步的成长 我无论如何都想弄清楚 超越那成长极限的方法 让怪人去吃怪人 以致血液或者细胞 让他们交配残子 让他们承受不同类型的痛苦 或者精神力 扩大他们的愤怒和震恨 总之能想到的都试过了 在这过程中 我明白了 只要能跨越死亡 就能提升一个层次 如此周而复死 就能实现爆发性的成长 而在这个实验中 虽然有很多怪人 在成长过程中 都在龙击之前死掉了 但却有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你好 方便打扰一下吗 你正在远离人类哦 看吧 现在也快要爆发了 没错 就是怪人王 大蛇大人 但是 你的潜力还要在他之上 与其跟王将手之后 你又突破了一道墙壁 你的怪人化 正在有条不紊 且顺利地进行着 变得非常强大 按照我的养成计划 进行的话 你也能变得跟大蛇一样 不 会变得比他更强大的怪人 也说不准 我们联手吧 变成最强的怪人 将异雄们 从这个世上消灭 让我来实现你的梦想吧 好了 本期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这里是小麦的卖聊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赶紧订阅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